首先我要多謝我老婆給了我很多自由度和包容我 我和她相識就在2015年的第一次 但是隔了四年之後就在2019年就重遇了 我問她記不記得但她就說不記得 但就不要緊的我記得你的 她陪伴了我很多高低氣墊 在這段關係中她也教會我 在這段愛情的關係中要表達自己 這段關係需要互相理解和包容大家的優點缺點才能長久 因為你會安全在我的家 因為你會安全在這段關係中 你會安全在這段關係中 亦是曾經經常聽我們吵架、分手、復合的人 其實以下的東西 我這份東西已經說不到了 因為是兩個月前寫的東西 已經有很多東西不同了 就是我們兩個星期前 本身應該是香港簽字 我們沒有簽字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一個不懂溝通的人 所以我們就不懂得很成熟地溝通 就以為我們沒有一個方法解決 其實我有擔心過 其實今天也不會再教這個分禮 但我想將我們最後溝通的東西 今天再分享給大家 I'm the edge of the night And I'll run to you I'll run to you 其實我們原本是一個很不同的人 我是一個比較很隨性 而她是一個很有條理的人 她一趕完就馬上要做 我很喜歡她 這一點她可以完全彌補了我這個缺點 我很感謝老婆選擇了我 送任何 願意跟我一起到過瑜伽的人生 那我亦都會好好學習 如何成為一個好的老婆 希望你可以做最幸福的老婆 就是我覺得這個分禮 本身是一件很難很深厚的事 因為每個人都說 堅持啦 包容啦 體諒啦 還有承諾帶有 幾多人也做得到 因為放棄的東西是很容易的 但是堅持到最後那種幸福 是沒有人可以離開 那我和你現在兩個人站在這 那個緣分是很深 深到是 就是 主要和你去學一些東西 就是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 都有我們的課題要學 我們都有我們的優點和缺點 但是當我們可以減掉大家50%的缺點 還有放棄做50%的自己 我們就可以無可惜 無可惜我們 如果要選擇 我們參與 我們台灣人 And I'll run to you I'll run to you Cause you'll be safe in these arms, man Just call my name on the edge of the night And I'll run to you I'll run to you Even if it's gonna break me, love I'll run to you Just say to your side, but why not Just say to your side and your side